生老病死是世界万物的自然规律 古往今来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寿 我们了解到 在中国的广西有三个世界长寿之乡 这些地方很多老人寿命都超过百岁 那么为什么广西这些地区的人都那么长寿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广西的三个世界长寿之乡分别是巴马 乐业和浦北 而其中巴马长寿乡是百岁老人分布最广泛的地区 在清朝年间 巴马有一位老人寿命就长达142岁 嘉信皇帝听闻后还特地提示赠予他 这足以说明这些地区的长寿现象是非常优久的历史的 那么这些地区的老人长寿秘诀是什么呢 首先 广西宿来被称为大石山区 山清水秀 森林面积覆盖率非常大 空气非常新鲜 这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且这些地区的水质非常好 人们喝的水都是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 纯净甘甜 其次 这些地区的食物都是天然无污染的 山里人食用的蔬菜 水果都是自家种植的 不含任何农药化肥 且养殖的鸡鸭鱼从来不放极树饲料 吃得更加放心 科学家研究发现 这些地区的土壤和粮食含有极高的稀含量 这些微量元素能够起到防癌和养生保健的功效 不得不说 广西地区的老人之所以那么长寿 和他们生活的这块神奇的土地是分不开的 那么大家认为 如果有人想要长寿 平时都该怎么做好呢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